大家很久沒有看到 早上小孩爸爸在通勤的地點 還跟大家問好呢 29號一大早 基隆市長謝國良現身 基隆火車站南站問候通勤上班族 當然也不忘線上民眾 在社群上開30分鐘直播 我的政策筆記本 謝謝 拜拜 一一鞠躬致謝 市長手中發的 真是他一年多來市政建設 和政策理念 筆記本封面 擺上大大謝國良形上照 翻看內頁裡面細數十六大工作成果 舉凡壽司節 滷肉飯 再到環保電動機車都沒有漏 不過網友質疑 很沒有亮點後面一堆筆記本頁 超想對他喊我要去上班了 你也快回去市府工作吧 今天早上他有來這邊發 還不錯他還自己親自發 因為他最近要被罷免 他可能想要就是 那個洗白他的形象 做一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像颱風之後好像也沒有 就是街上的落葉 好像也沒有去處理什麼的 基隆市民看法不一 而這本施政亮點手冊 當初決標一百三十五萬元印製 也讓議員質疑必要性 謝國良一事之長騎得個大早站在火車站前 向市民鞠躬問號彷彿回到選舉期間 聽見市民的同時也不禁讓人冷靜 聯想是不是為了自己的罷免風波 再做努力 三天新聞 你知道靈區 今後才有報導